日本是一个盛产都市传说的国家 尤其是在拍摄很普遍的时候 片场竟然会传出闹鬼的传闻 甚至还有演员因此突遭横祸 其实在贾民骑士系列拍摄的过程中 也主演过一些不为人知的灵异现象 1.突然失踪的1号 在拍摄贾民骑士初代作期间 曾发生过一个事件 搞了句子上下一团乱麻 不得不变更拍摄计划 那便是主演失踪事件 这个事件在当年影响之大 甚至导致试验1号的腾刚红差点被封杀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姐听下风慢慢到来 大概是在贾民骑士初代的后半段 当时的童刚红就已经火了 从了无数孩子心中的英雄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贾民骑士拍摄时间不足的问题 也暴露了出来 拍摄工作压榨到了童刚红的个人时间 于是他私下里找到了高层协商 由于当时童刚红已经是顶两柱 少了他没得拍 所以剧组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给了他更多的个人时间 但谁真想这一给就出问题了 有一天剧组快开拍了 可童刚红却还没有到场 全组就这么等了大半天 实在没办法了 一半人零下拍戏 另一半人去找童刚红 剧本也因为这件事遭到了大改 最后剧组组在炼家片场中 找到了正在拍戏的童刚红 原来是他不辞而别 因为扣钱的时间 偷偷跑到别家片场客串 此时一出 高层也是极为震怒 可以不好多说什么 不过今天的这次事件 剧组发现童刚红并非不可替代的 实际上皮套上场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们偷偷修改了剧本 让本项目的出镜率狂降 二 想鬼与鬼 想鬼中出现了大量日本蠢肉的妖怪 主角也是以鬼作为原型 虽然这部剧组的鬼是正牌 但似乎也会招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大概是在想鬼第41集的花絮中 其中有一个镜头 是立花老爹站在屋内读着书 这时欢迎阵阴风吹过 那桌上的纸吹得马虎乱飞 等到他好不容易将纸都收拾好 就准备醉下来继续读书时 就不存在 也许可能只是看错了吧 观众们这么想着 但是相关这部剧仿佛就是诅咒一般 主演们之后的运气都不好 首先是出演立花日在家的神户梅雪 在2008年因为心理衰竭失事 在想出的牺牲茂盛盛 一度和事物所不合 现在基本是退圈了 饰演明日梦的香烟月人 看了18年突然宣布隐退 回家继承家产 出演剧中怪人机的陆明星 本来星途一片坦荡 2022年日本演员圈遭遇新冠危机 陆明星作为演员 一时不堪重负 在家自杀身亡 三 剑中出现的神秘人影 不仅仅是想鬼 在陪着贾民骑士第五部作品 贾民骑士剑中也传出了林音现象 大概是在TV剧的第八话和第九话 最蓝话在电视上播出时 有观众发现 在剑与卡丽斯打斗的过程中 剑的肩膀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脸 但不知道是工作人员 还是现场全院穿帮了 大家也都没有当回事 与起林音现象 当时受到关注的 其实是另一个传闻 那便是想不去剑的主演春龙芝 本人扒出来曾经出演过继威 所以粉丝们叫他继老剑 其实是有另一层含义 不只是调侃剑棋 不相传使的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层关系 还是因为遭到了林音现象的诅咒 春龙芝的心徒一直不算太顺畅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准备说他唱歌了 最后飞来红火 太脸断送了他的演员生涯 2016年11月 春龙芝正在路上走折 太脸叫摩托车给撞了 好在人没事 最后他又与摩托车主产生了争执 两个人越吵越厉害 这时摩托车主的弟弟 掏出一根高尔夫球棍 照着龙芝正在脸上就是一下 直接给人干毁容了 这演员是靠脸吃饭的 郑龙芝被毁容后一度形容消沉 不过好在他自己走出了困境 经历了多次转容手术 成为演艺圈 不禁然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假面骑士 4.明海亚树子与小小老头 日本演员圈一直流传着正美中传说 在日本制片土地上 生活这种奇怪的生物 他们长得像年老的人类男性 有时红身赤裸 有时早穿着衣服 但身高只有成年人的拇指大小 经常在夜晚或阴暗的角落出没 有的时候会想用住宅偷吃的食物 甚至还会偷回别人洗澡 人生外号小小老头 演员圈很多知名人士都曾经见过小小老头 像这段美加曾在自己家里的走廊 看见小小老头 其实缩小的哈利摩托几时而过 AKB48的大导幽子 也见过小小老头投资自己的蛋糕 出现前面是W明海亚树子的山本光 也曾遇到过小小老头 并且遭遇十分离奇 那天他正在自己的公寓里面泡澡 突然运连动了一下 他以为是老鼠什么的 于是便拿上盆准备抓老鼠 谁知道打开运连一看 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臭轮的上身 之后小木质大小的老头 山本光当时害怕极了 立即拿了灵盆头对着小小老头一阵猛喷 然后在他准备逃跑时 发出一声气厉的尖叫声 挂着一层雾气消失了 之后山本光也是通过网络搜索 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灵益事件 进出了一身冷汗 不久后又发了一次烧 家里开始莫名其妙地丢东西 后来他去神社里参拜了一下 这件事才能追踪过去 下面来说一下阿峰的看法 最后国内喜欢用出轨来炒作一样 日本的综艺特别喜欢搞灵益节目 有时弹幕会请一些自身有推移功能的人 上节目当中表演 有些演员在上节目尬聊的时候 也喜欢可以自己贴上个灵益标签 所以那几个故事也是听听就得了 一上节本期的全部的人 小伙伴们还知道什么 咱们其实系列发生的灵益事件呢 这里是阿峰 我们下次再见